8月21日李某某原告律师田律师发微博称 本案受害人杨女士于晚上8点左右突然晕觉不醒 已被120急救车接到北京某医院进行抢救和治疗 晚上9点半左右 记者致电田律师询问此事 得知杨女士目前还在抢救当中 田律师表示 案发后杨女士的精神状态一直很不佳 曾经看过精神科 并被医生诊断为中毒忧郁症和焦虑症 这次突然晕 很有可能是因为最近承受了过大的压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 我是大鹏